想耍什么花招 顽皮 你把我一个人留在这儿 顾男寡女的 别人看了说三道四怎么办呀 这位公子 要不本姑娘给你捶着胸 送出镜啊 收起你这副世景小人的嘴脸 第一天认识你吗 我先给你烧过热水 去去晒 会对毛 就像那胡杨莫糊一样干净 然后呢 我再用锦盐按摩你的皮子 把那些血啊什么的 全都推出去 然后咱们 你平日里 数不数凶 想必是会了 你整天东奔西跑 盒子太松 如果你一天都不计细带 这一天下来会怎么样 你自己心里清楚 你 你果然是 那什么 医官鸟兽 如你所说 解一讲究一个舒服 胸部无褶皱 缺乏剪裁余量 腰部瘦身过紧 距离运动容易导致崩开 细带在胸椎第三四节的样子 自己难以完成 还要我继续说下去吗 你怎么知道后椎骨啊 接缝全在腹部内部 再柔软的线 都会割到皮肤 而刀工在剪裁时 过于粗质烂造 将布的纹理全部斩断了 你怎么会知道这么多啊 既然你说要做到舒适 拿去修改 打当家的 打当家的 闺蜜上来了客人 说要订购一百件 龙帮主改的衣服 你看吧 你看吧 我就说会有一百件订单吗 已经买了的 告诉他们 待新品推出 折价出售 新订单全部推掉 推掉 这可是上门的生意啊 你有毛病吧 有钱不赚啊 你这个奸商是不是想预盖迷章 把价格抬高啊 有问题的产品 一件都不能从我新思路留出去 试试 慑谱们去哪儿吧 游女怀春 语慑 awak lines 您这个阀子真管用 这鸡毛管子有韧性 还光滑 正好拖住这两头 您那个怪儿子 还真是有两把刷子 萌萌 哪儿来个雷锁 我怎么又变严重了